中国大陆从10月11号开始 将针对欧盟进口白兰地 课征临时关税 恐怕让知名白兰地价格 暴增20% 上海这间酒吧的老板坦言 消费意愿已经不高 他宁愿寻找便宜的替代品 也不会继续使用高价白兰地 下跑消费者 如果价格真的增加了很多 我并不认为我们可以继续使用 一个很贵的白兰地 大陆报复性措施一出手 法国受伤最重 因为光是去年 法国白兰地对中国的出口金额 就高达新台币552亿 占中国进口烈酒市场的99% 对全球最大的白兰地生产区 欧盟来说 无疑是一大打击 进口经营者在进口相关产品时 影响中国海关提供保证金 各公司保证金比率 为30.6%到39.0%之间 大陆寄出新措施 显然是冲着欧盟加征电动车关税而来 原本陆方希望 改裁每辆电动车最低售价 约106万台币的方案 避免加征关税 但路透社最新报道 欧盟已经拒绝相关提议 上汽吉利比亚迪三家车器 恐怕将面临35.3% 18.8%和17%的附加税率 黄文涛说 两国在扩大合作 管控分歧等取得积极进展 重点就美国对华半导体政策 限制中国联网汽车等表达严正关切 大陆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通话内容 同样聚焦贸易壁垒问题 为反制欧美 大陆可能进一步加码 提高进口大排量燃油车关税等措施 中美与欧洲的贸易战 烟效位十足 TV别新闻综合报导